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收看爱顾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要着急 等他们长大了 我就杀鸡给你吃 好的 谢谢爸爸 经典中提及 若不能断肉时 有四不食之介应手 为文杀不食 剑杀不食 自养者不食 专为我杀者不食 而阿龙则从小常饭此四介 而且是经常见山而喜 爸爸 你这是要杀鸡吗 是啊 阿龙 赶快来帮忙 一起把它给杀了 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吃到鸡血糕和鸡腿了 嗯 我这就去找个碗 来接鸡血 今天晚上可以美美的吃上一顿了 来 阿龙 赶快吃你最喜欢的鸡腿吧 真好吃 吃慢点 吃慢点 一会儿还有鸡血糕呢 嗯 父母因为知道阿龙爱吃鸡血糕 鸡腿 因此每次杀鸡都会把这些东西留给阿龙 阿龙也因此吃了无数的鸡 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 突然感觉头晕无力 头好晕啊 阿龙 怎么了 是不是又头晕了 是啊 突然感觉头好晕 身体无力 阿龙 赶快去休息一下吧 阿龙最近好像越来越严重 这样下去可不行 还是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又不是没检查过 医生的结论是贫血 血浓稠 哎 二十出头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怎么会这样啊 可不是嘛 我看阿龙不过是身体有些虚弱 给他做点好吃的补一下 应该就没事了 给他做什么呢 要不再给他炖一锅鸡汤喝 他从小到大吃了多少鸡 喝了多少汤啊 可你看他现在的状况 我看我还是去河里抓几条新鲜的鱼 给他熬点鱼汤喝吧 嗯 我也听人说过 血浓稠的人喝鱼汤有好处 那你就去抓一些鱼给阿龙吃吧 嗯 在村外不远处便有一个池塘 父亲很快便在那里抓到了一条大鱼 这条鱼的体型可真大啊 阿龙爸 你把它卖给我吧 这可不行 我这是要带回去给我儿子补身体的 你儿子阿龙不是爱吃鸡吗 怎么现在又喜欢吃起鱼来了呢 他鸡也吃 鱼也吃 你不要打这条鱼的主意了 我是不会卖的 阿龙爸 这条大鱼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它是我刚刚从村外的河里抓的 这条鱼看起来应该活很久了 阿龙爸 这样的鱼可是有灵性的 你不该把它给杀掉啊 你想的也太多了 这不过是一条大鱼罢了 哪里有什么灵性啊 我还准备用它炖汤给阿龙补身体呢 啊 你说你要用这条鱼给阿龙补身体 阿龙爸 这可万万使不得啊 这有什么使不得的 这条鱼充满灵性 阿龙若是吃了它不但补不了身体 还会遭到报应的 遭到报应 就因为吃了一条鱼就会遭到报应 这怎么可能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阿龙从小就喜欢吃鸡 尤其爱吃鸡血糕 所以落得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你们还执迷不悟 让它继续吃这些生灵 那它的身体会变得更差的 我可从来不相信什么报应 当天中午 父亲便把这条大鱼 炖了给阿龙吃 然而阿龙在喝鱼汤的时候 却被鱼刺刺中了喉咙 卡在那里的鱼刺 让它痛苦不堪 只能去医院进行治疗 你们儿子喉咙里的鱼刺 已经取出来了 不过 由于喉咙被扎伤得有点严重 最近一段时间 它只能吃一些粥之类的食物 嗯 好的 医生谢谢您 好痛 好痛啊 阿龙 你怎么了 我的喉咙 好痛啊 没事的 被鱼刺扎得那么重 现在喝水吃饭 自然会痛 回家慢慢休养着 过几天就会好起来的 然而 半个月过去了 阿龙 喉咙里的扎伤 并没有好 每次吃饭喝水 都痛苦异常 好痛啊 医生不是说 很快就能好了吗 是啊 只是喝点粥 就痛成这样 要是吃点米饭 那还不知道 要痛成什么样呢 是啊 阿龙他已经连续 喝半个月的粥了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那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老公 你说阿龙现在这样 会不会真的是 遭到了报应 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呀 前些天 有一位学博的师姐 得知阿龙的情况后 特意来找我 他说阿龙 这是遭到了果报 他还劝我们 一定要吃素放生 这样才能弥补 曾经犯下的罪业 他那是胡说八道的 阿龙从小到大 吃的鸡和鱼 都是我抓来宰杀的 如果真的有因果报应 那也应该 报在我身上 哎呀 你可不能胡说 转眼间 到了年底 阿龙的父亲 一大早 便准备去市场上 购买一些年货 老公 早去早回啊 我给你练 需要购买的食材单子 你拿了吗 你放心好了 年年过年 不都是要买 那么些鸡鸭鱼肉吗 没有单子 我也会买的 哎呀 哪里来的鸡呀 啊 哎呀 怎么阿龙爸他做完手术后 就一直还没醒过来吗 是啊 医生说了 他伤得很重 就算做了手术 要全部复原的几率也是很小 即便命保住了 以后也可能需要长期有人照顾 马上就要过年 怎么会出这种事情啊 真是年贯难过 阿龙妈 以前我劝你们家要吃素放生 你们怎么不听啊 他这是遭到果报了 果报 难道这世上真的有果报 当然了 古大德曾说过 一切生物在被杀时 虽不能言 其怨毒 运结于血肉中者 不知己许 人吃了 无意服毒 不止增加杀业 招罪于将来 现生亦多酿病短兽 成甚可怜啊 没错 你说年关难过 可你曾想过那些生情 他们也是年关难过吗 每当过年时 他们害怕命难保的心 以及失去眷属的心 我们曾哀悯过吗 我们想的只是团圆饭桌上的美味 没错 千百年来玩礼庚 怨深四海 恨难停 欲知世上刀兵结 但听图门夜半声 血肉淋漓 味足真 一般痛苦 怨难深 设身处地的 闷心响 谁会将刀 割自身 啊 那我们 现在该怎么办 才能弥补我们之前做过的罪业呢 阿龙 从你小的时候 你们一家因为你酷爱吃鸡 便杀身无数 那些生灵的冤魂 无时无刻地在对你们家人进行追杀 这也是你头晕 和你父亲惨遭车祸的最终原因 是啊 现在想来真的是这样 只怪当时我没听世界的话 及时收手 结果落得现在这个样子 那现在我们悔改还来得及吗 我想应该还来得及 阿龙 希望你从现在开始 行善放生 祈求菩萨保佑 祈求那些被你吃掉的众生原谅 或许这样 才能救回你的父亲 减轻你的罪业 嗯 我明白了 从那天起 阿龙每天都会前程忏悔 并且参加一些放生法会 很快 他父亲便苏醒过来出院了 不过依旧无法下床 还需要家人照顾 阿龙 我真是拖累你了 我这个身体怎么一直不见好转呢 爸 你别着急 你出院才几天啊 慢慢会好起来的 是啊 医生都说你恢复得很快 是个奇迹呢 我看这都是阿龙行善放生的缘故 哎 早知道是这样 当初我们真不该做那么多年的错事 妈 那时候我们没有接触到佛法 现在我们知道了 及时悔改还来得及 嗯 阿龙 阿龙在家吗 在家 阿姨 你找我有事吗 阿龙 有人在我们村外的池塘里 抓了一只大甲鱼 要知道 这可是最滋补身体的 你把身体虚 正需要用它来滋补一下 所以我特意叫你去看看 你快点去 不然太慢了 有可能就会被别人给买走了 哦 好的 我这就去 阿龙 你可不能再做错事了 爸 放心 我心里有数 老公 你放心好了 我想阿龙这么着急 是要去救那只大甲鱼 母亲说的没错 阿龙来到池塘边 果然花钱将那只大甲鱼买了下来 然后带着它去了河边 进行放生 阿龙 我是让你买下这只甲鱼 给你爸补身体 可是你怎么却将它给放了呢 以前 我爸也是时常用生灵给我滋补身体 可是 结果呢 我的身体不但没有好转 反倒连累它也遭到了果报 身体的健康 家庭的平安不是用杀生来换取的 而是放生 嗯 古大德云 借杀之家 善神守护 灾痕消除 寿算绵长 子孙贤孝 吉祥种种 难可俱臣 在阿龙的努力下 他父亲在短短几个月内便恢复了健康 一家人敢念菩萨保佑 于是更加努力地放生 护生啊 杨高报恩 民国年间 有一位远接说唱的艺人阿和 他从小变双目失明 只能走接串户 讨口饭吃 喂 瞎子 别过来了 对啊 别靠近我们 不然打翻了我们的食物 你可赔不起的 先生小姐 你们在这里野餐呢 真不好意思 我立刻走 朋友 来 吃个馒头 谢谢 谢谢 您真是个好人 心善中得善果 我帮助了你 自己也会得到福报 所以 你不必这么谢我 啊 这个世间 真的有存在福报 善果吗 当然了 善恶终有报的 如果真的是善恶有报的话 那为什么那么多恶人 活得好好 而我什么坏事都没做 却一生下来就双目失明 你知道吗 前世 你是一位酷爱吃鱼眼睛的富翁 一生吃鱼眼无数 所以今生才会变成这样 老人家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曾经有一位僧人也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只要今生你多多行善 就一定会得到福报的 难道我的眼睛 真是因为前世的果报 经历了 经历了太多人间冷暖的阿和 渐渐的也开始相信因果有报 他开始尽自己的所能 行善积德 又被我们抓到了 给我狠狠地打 可恶的小乞丐 竟然又敢来偷我店里的烤鸡 老爷 我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求饶也没有用 我今天非打到你的手不可 看你还敢不敢再来偷了 给我狠狠地继续打他 不敢了 饶了我吧 那边是怎么回事啊 一群人在打一个小乞丐呢 好像是那个乞丐 偷吃了他们店里的烤鸡 喂 你走远一点 小心被打到 你们为什么要打这个孩子呢 哼 这不关你的事 你这个瞎子 走远点 他偷了我们店里的烤鸡 你说该不该打 那只烤鸡的钱我来付好了 你们就放过他吧 啊 好吧 如果你愿意付烤鸡钱的话 我就放过他 给你 好的 既然这样 那今天就放过他吧 要是下次你还敢来偷东西吃 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小朋友怎么样 你有没有受伤呢 谢谢您 我没事 你这个孩子怎么能去偷东西啊 如果不是饿的不行了 我也不会铤而走险 去偷东西 是啊 他如果不是饿坏了 怎么会冒险偷东西吃呢 来 你拿着 以后饿了就买点东西吃 可千万不要再去偷东西了 谢谢 谢谢 阿和 你干嘛把钱给那个小乞丐啊 很多学佛的人告诉我 这辈子我的眼睛之所以会这样 那都是钱是作恶的果报 所以我想在今生多做一些善事 修一些善果 怎么 你还信这些啊 是的 我越来越相信果报了 好吧 希望你的善举能够得到善果 爸爸 难道非得卖掉它吗 哎 我也没有办法 你奶奶生病了 需要钱来治病 家里也就这只羊能卖点钱 不卖掉它 还有什么办法呢 小羊 对不起 你到了新主人家里 一定要听话哦 你要卖给我的就是这只羊吗 是啊 这只羊又小又瘦 杀了没有多少肉可以吃的 啊 爸爸 你不能将小羊卖给它啊 它会杀掉小羊的 小家伙 大人谈生意的时候 你不要吵 不要插嘴 我不会让你将它带走的 爸爸 求求你不要把小羊卖给它 孩子 他出的价格是最高的 我们现在急需要钱呢 小家伙 快闪开 目前是我出最高价的 不 我不会让你伤害他的 好吧 若有人可以出更高的价格 我就愿意放弃买它 爸爸 孩子 爸爸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我们可以把小羊卖给别人 让他们养着 干嘛非要杀掉它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情呢 求求你 不要杀掉它 求求你了 当阿和得知事情经过后 再一次心生怜悯 他掏出比屠夫还多的钱 递给了那对父子 啊 你知道那只羊的个头有多大吗 你怎么愿意花那么多钱 买这么一只小羊呢 我在乎的不是这只羊的大小 而是它的生命 好吧 那我就算了 儿子 这位叔叔买下小羊 不会再杀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 快 快把小羊的绳子 给叔叔送过去 叔叔 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它哦 这只小羊 可是非常通人性的 小朋友 拿着 这只羊我送给你 啊 你可要好好照顾它哦 叔叔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了 我一个瞎子 怎么可能养一只羊呢 既然如此 那你为什么 还要花那么多钱买下它呢 您也不是有钱人 这笔钱对您来说 也是个不少数目啊 没错 这笔钱的确不少 不过幸好我有这些钱 否则我怎么能救下 这只小羊呢 而你们用这笔钱 又能为家人治病 这笔钱 花得真是值得啊 勘探人心如铁 终日杀生造业 他身滋养你身 心上如何忍得 为人若遭疾病 便去杀生造业 你愿身体平安 踏起该树再解 他真是一个好人啊 好人一定会得到好报的 转眼间 几个月过去了 寒冷的冬天来临了 在这个季节里 凭借卖唱谋生的阿和 生活得非常艰难 好冷啊 这么冷的天哪里还能讨到钱 我看还是先找个地方避避风吧 好冷啊 手都快要动枪了 不好 索性 深洞堆积了一些厚厚的稻草 阿和才安然无恙 可是这深洞处于荒郊野外 阿和喊哑了嗓子 也没人听到 救命啊 救命啊 大冬天的谁会来这里呢 我还是省点力气吧 好在这里面温暖必风 否则我就是不饿死也会冻死 阿和在深洞待了整整两天 他随身带着的食物已经都吃完了 如果再不能逃出这深洞的话 就只能活活饿死了 求菩萨保佑我 求菩萨救救我 儿子 你干嘛非要带着小羊来这里啊 因为小羊喜欢这里啊 以前我总是带他来这里吃新鲜的嫩草 可现在是冬天 这里哪有什么嫩草 哎呀 这里好冷啊 我们还是回去吧 小羊好久都没出来玩了 这段时间 他总是在院子里叫个不停 一副很焦躁的样子 所以我才要带他出来走走 我只听说过遛狗遛鸟的 你倒好 竟然遛羊 小羊 你要干什么啊 他这是要干什么 快追上他 别让他跑了 哎呀 不好 我们的羊掉进深洞里了 哎呀 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掉下来了 爸爸 你快来啊 这深洞里面还有一个人 是啊 真的有一个人呢 儿子 快回去拿绳子来 就这样 这对村民父子将阿和从深洞里救了出来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如果没有你们 我非饿死在这里不可啊 救了你的不是我们 而是你自己 当初 如果你没有花钱救下这只羊 那今天 它也不会掉进深洞里 我们 也不会发现你 所以是你的善心救了你 啊 行善得善果 看来真是如此啊 现场倒数 五 四 三 二 三 三 两 二 三 三 六 三 二 二 二 三 三 二 三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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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